他最近脾氣很大 應該是因為被踩到重點 公開透明就是他的阿基里斯健 所以只要誰提到他就會跳腳 口不遮嚴 陳人聰就是聯合行政部會 還有加上民進黨黨團 要隻手遮貼 把疫苗採購全部當成自己的資源再分配 四百多億的預算 就是不願意讓外界清楚知道 你錢怎麼用 用在哪裡 不讓國會監督 未來他不管當什麼 就是有恃無恐 會這樣嗎 他很喜歡講怎麼不早說 結果現在又是又來了 他難道忘了 他是國會多數的執政黨 民進黨黨團 阿爸強勢 我們在秘密會議裡面 多次提出來 要求你完整提供疫苗採購的合約 清清楚楚 但是他們就是拒絕 不願意回憶 我們只看到一堆被塗黑的紙 就是這樣 所以既然陳中也已經說了 可以隨時公開 就請今天公開 從高端開始公開 他願意嗎 他敢嗎 我覺得 怎麼說呢 如果 畢竟他也沒有當過行政官員 我想他對這東西的不了解 我們是可以諒解的 不過以一個立法委員 或還有他是一個 本身是一個法律人的背景 應該把這雙方情況弄得更清楚 免得就是這樣 不斷的浪費大家的時間 要不要去年那樣釣月小組 跟我們的準備 這樣整整幾乎一個會期 那等於都浪費掉了 海荒鮑魚乾杯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